失事27天,F51飛關,潘影城遺體屏東,南人漁港巡獲 這個新聞啊,你看出現27又來了 27,而今天是幾號?今天是4月18號,你看18,18的8 18的8是不是今天18號,8就是呂嗎?呂布的呂嗎? 這個18號,8就是呂布的呂,今天啊,而且今天是在早上7點 你看這個7啊,2月7號嗎?2月7號 好,然後,早上7點,18號早上7點,軍方立時27天終於在南人漁港 天天的路,降石,卡在焦石啊,遺體卡在焦石 找到了 而今天也是這個大甲媽還有那個白沙豚 他們出巡的最後一天 或許這是媽祖的慈悲 希望這個飛冠英雄能夠早點回家 而潘影淳今年是28歲 你看這個28是不是跟泰魯閣撞車那個時間 9點28分一樣 又是28歲 然後你看這個泰魯閣那個兩個坠道距離207公尺 27 然後泰魯閣撞車死亡人數49人 49你們知道是什麼嗎 49是不是等於7乘以7 77是7749 而這個77啊兩個7相乘 兩個7是不是27 我希望大家真的不要等閒視之啊 今天在媽祖出巡最後一天 18日4月18日 失事27天的飛冠潘影淳遺體終於尋獲 我想這一定是有特殊的意義啊 27天旅布祭日2月7號兩個7 兩個7啊 7749 而之前之前我說過了 泰魯閣悲劇49人死亡 而現在呢 這個造勢者呢 可能怎樣 以過失 致死 來判判刑 不痛不癢啦 以這個過失致死呢 他可能怎樣表現良好 可能兩年可能半年就出來了 那 死 死 死者呢 可以雖然可以領到一千五百萬 但是 死狀死的時候相當的淒慘 而這個造勢者呢 可能半年後拍拍屁股就 沒事啊沒事 這還有天理嗎 所以說 台灣的司法沒辦法改革 然後 導致啊這些 違非作歹的人呢有恃無口 然後今天 是不是又有那個一個很震撼我們的事情 也就是 中央銀行被評定為 什麼7A總裁 那個彭 彭懷南啊 民進黨 出書啊 批評呢 這20年來 導致台灣的人才外流 每次啊 股市投資呢 外資如果 大賣或撤出呢 台灣股市就大跌 然後又造成台灣黃市 這個高漲這一切的罪魁禍首 原來就是 中央總裁 彭懷南 老實說啦 我很早以前就覺得這個人怪怪的 為什麼 如果說彭懷南 做對了對台灣的事 他所作所為對台灣是好的 那為什麼沒有那個男影的人來批評他呢 對不對 我很久以前就一直在 觀察說 為什麼男影的人都不不去罵那個彭懷南啊 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你看 男影他們 男影啊 只要你 只要綠營 或者 不管是綠營 只要你 對台灣有利 發生 你說 所作所為 你 只要對台灣有利的 你都會被男影 撤撤 罵 會被 像韓粉啊 那些人 怎樣 騷擾 辱 辱罵 彭懷南沒有 那不是很奇怪嗎 那 也不 也不是說奇怪 就是說 我們間接可以判斷說 這個彭懷南 他所作所為 都是 不利於台灣的 喔 那 你看喔 中共也沒有批評他喔 你看 像那個館長 他 只因為批評 中共 他就被 幾乎被打死 彭懷南沒事 中共也 也不找他麻煩 他快樂的退休 他退完休就跟馬英九一樣 可以自由自在散步 帶著妻子 幾天前的 新聞有報導 他帶著 妻子 去登山 爬山 退休生活 好不愜意啊 怎麼可能會這樣呢 喔 他當 他綠營執政那麼多年 20年來 中央總裁都是彭懷南 喔那為什麼 男影的人 不會 去騷擾他 中共紅色力量也不會騷擾 白狼這些人也不會去打他 趁他去 這個 爬山 夫婦去爬山 就去給他撥糞 撒尿 或者這樣 攻擊他 都沒有 喔你看台灣 台灣有多少人被白狼 這個外省掛幫派分子 毆打 喔 館長 甚至 館長 甚至被開槍 然後其他綠營的政治人物 被侮辱羞辱 跟肩脫拍 造謠 抹滅 被抓去關的 像阿扁被抓 被抓去關 死法破壞 到尿 尿失禁 這是 你只要是綠營 你為台灣好的人 都沒有好下場 這是在台灣的 慣性 常態呀 彭懷懶沒有 喔 我很久以前就在 就對這一點 感到很奇怪 你這個 你這個彭懷懶怎麼笑咪咪的笑嘻嘻的 沒事啊 憑什麼沒事 難道你你所作 所作所為 對台灣 沒有幫助嗎 現在看到 這個書 出版了以後 才恍然大悟啊 喔那怎麼證明說這個書 說的 有道理 你看 最近 台灣股市已經 佔上 一萬七千點 你給他看喔 這期間 外資 有沒有大賣 有 外資大賣 像 星期四吧 外資大賣那個 台積電 結果 股市有沒有大跌 沒有 反常喔 以前 以前這個 只要外資大賣台積電 或者 大賣股票啊 台灣股市一定大跌 但是 這些日子 日子以來呢 不論 無論啦 外資怎麼大賣台股 台灣 股市就一直漲一直漲 現在漲到 一萬七千多點 為什麼 因為 蔡英文現在的政策 跟蓬懷南時候不一樣了嗎 以前蓬懷南 他就是一直壓那個台幣 不讓 不讓台幣升值嗎 那 這個蔡英文有沒有 沒有啊 台幣 曾經 升到 27塊 多 蓬懷南 蓬懷南 那個時代 沒有啊 都一直把台幣 壓在 32塊那邊啊 有 蓬懷南的 政策呢 對於 台灣的出口業 有幫助嘛 因為台幣 貶值嘛 出口業 有利啊 那 但是 出口業 賺錢啊 廠商 賺 賺錢 但是台灣一般老百姓 苦哈哈 因為台幣不值錢啊 台灣人也不敢出去玩啊 苦哈哈 除非你是很有錢的人 但是 但是蔡英文 這一年來不一樣啊 讓台幣 升到 曾經 升到 27塊 你看27塊啊 又是這個27 結果怎樣 就自從 蔡英文讓台幣升到27塊呢 怎樣 台灣 台灣股市就 一路往上衝啊 現在 衝到 17000點 所以證明了 這個澎淮南 這個人 真正有問題啊 這個人真正有問題啊 把台灣搞 搞了 台灣搞了20年了 整個中央銀行 都是 他的 門生 顧舊 他的 他那一幫的啦 像現在這個 中央銀行 這個姓楊的 我就說過嘛 楊嘛 木製楊 這個楊啊 我的人生 只要看到 對方是信仰 我就會特別提高警覺 特別 特別提高警覺 只要對方信仰 你就會比較注意 我想 台灣經濟要好呢 中央銀行要正常呢 蔡英文政府 你趕快把這個信仰的 把他 拉下來 這個 這個也是 彭淮南的 黨羽嘛 現在你都已經 出書 把 彭淮南的正面目 供 供諸於世了 那 他的黨羽你要怎樣 趕快清一清 喔 現在 蔡政府最沒辦法動手的 就是什麼 司法 還有 金融 這 司法界跟金融界 這個 也 這個啊 就是外省人 藍營 要牢牢抓住的 兩個 兩個 重要的堡壘 這兩個 他們如何都不會放棄 因為只要 沒有 金融就是錢嘛 你沒有掌握錢的話 你就 沒 你就沒辦法怎樣 找殺手 幹壞事 所謂有錢能使鬼推磨 所以這個 外省人 一定要掌握 這個金錢 所以金融 這個 他絕對不放 所以現在綠營為什麼要出輸 他就是想要把 把這個 金融界的黑幕 供諸於世 想要用我們輿論的力量 來 達到 改善 把 金融 還給台灣的 還給台灣民眾 一定是很困難的啦 因為外省人不可能放 第二個就是 司法 外省人也不放 因為為什麼 因為要用司法來搞死那個 搞死那個 反對他們的 政治人物嘛 或政黨嘛 用司法來搞 搞死這個綠營嘛 搞死民進黨 搞搞死 其他反對男影的 司法 他們也絕對不會放 所以說 要走的路還很長 但是呢 你看今天 二十七天啊 飛官 潘穎純 魚體找到了 所以說 這麼多二十七啊 出現了 連那個 太魯閣死亡人數 四十九人 七七四十九 兩個七 鄉層等於四十九 都跟二七有關啊 所以 我想呢 台灣的 一切問題 呂布大省都很關心啊 台灣如果要好 我想 真的是 大家要還給呂布一個公道 那你看台灣最近都沒有下雨 大家都在那邊 起雨啊 像台南 台南永康 今天也有廟在那邊 做法啦 說要起雨啊 台中也有啊 到處都有啊 媽祖出巡 以前說 只要媽祖出巡 就會下雨 結果呢 什麼語言沒有啊 也是 照相打嗝嗝 告訴各位啦 要怎樣才能讓 台灣下雨 很簡單嘛 關鍵 關鍵就在 呂布大省嘛 只要 執政者 你肯 還給 呂布大省 一個公道 我告訴你 馬上怎樣 雨呢 下到給你 下到給你動不著 不但下雨 還給你打雷 打雷慶祝啊 要怎樣還給呂布公道 就是你不要再 再推出那些什麼 亂七八糟的 老是在那邊說什麼 呃 雷慶祝啊 什麼 呂布有兩個 義父啊 歐白公啊 啊 啊 台灣的永無零日 大概就有 二十七 慘劇 出現 啊 要下雨 簡單啦 蔡政府 政府官員 趕快 替呂布 這個 主持正義吧 好 謝謝收看